第十四題 質量分別為1公斤跟10公斤的夾翼兩個物體 從離水平地面10公尺的位置自由落下 不及空氣阻力 在夾翼兩個掉落地面前 加速度分別的是為G1跟G2 接著把夾翼兩個綁在一起 一樣離地面水平地面10公尺的地方自由落下 掉落地面前加速度為G3 他問我們G1、G2、G3的大小關係為何 這是一個自由落體運動 自由落體的一個重要觀念就是 不論東西的質量大小 不論輕重 他們從相同的高度自由落下的時候 他們會在相同的時間著地 著地的速度是一樣的 也就是過程中的加速度是一樣的 也就是東西不管有多大有多重 他們下落的加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一體不論是夾翼的1公斤或10公斤 或者是把夾翼兩個綁起來的11公斤 他們下落的時候的加速度都會一樣 所以G1會等於G2會等於G3 所以我們第14題的答案應該選擇是A G3會等於G1 你應該叫G3會 與G1達成實多槌 G3會等於G3會等於G1 我們下落者